新北市一名窃盗冠犯 今天上午在一家超商前 偷走了被害人挂在机车手把上的包包 一旁的超商店员见状大声的吆喝 嫌犯看到事迹败露竟然拿出了蓝拨刀 抵住脖子腰鞋 还拿起地上的石头来攻击远景 两名远景立刻夺下蓝拨刀 在过程当中不小心被划伤 男子拿到抵住脖子 担心他伤了自己也伤了别人 现场的远景不敢答应 没想到男子突然往远景靠近 还拿起石头做事要攻击远景 一张互乱中男子拿着尖刀拔腿狂奔 随即就被紧往团团包围 一旁的远景趁着男子不注意时 立刻上前夺刀将他压制在地 48岁的女性男子有多项切刀前科 看准备害人把包包放在机车手把上 去超商买东西便偷走包包 去被超商的店员发现 嫌犯一件事迹败露 竟然拿刀与警方对支 过程中两名员警被力忍化伤 信号送医治疗后没有大碍 偷钱不成反便 抢还动手伤人 最后人是只能束手就勤